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做了一次这个亚马哈几款小提琴的测评,然后也收到了大家很多的反馈,很多朋友留言给我想知道静音小提琴到底有多静音,有很多朋友说想听听电提琴在没有接上音箱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测试,为了今天这个测试呢我还买了一个分贝仪,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呢来测评一 我们在拉电提琴的时候和我们平时拉木提琴的时候,声音到底区别有多大,他们两个的声音到底大小是如何的 就是我正常讲话的时候是大概在60到70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到80左右的这个分贝,现在显示的这个分贝数是中间有一个小数点可能看不到,69.9 那我在讲话的时候,它这个数字是有在跳动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木琴和静音小提琴在这个分贝仪上,我们在平时拉的时候,它是一个多大的分贝 我们现在呢想来测试一下,当大家在用木琴拉琴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贝 所以,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的配合都可以按 吗 前面没来的? 这是一位分贝 来烈的 是一位分贝 来声音乐 是一位分贝,上下在一位分贝 来声音乐 鱼比较试的 ub听到一位分贝 来声音乐 是一位分贝 来声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木琴低音的时候基本上是在80到90左右 然后如果高音的话可能是在100左右 现在听完木琴以后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个YEV这款电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YEV在我刚才拉的两首曲子里边 这个分贝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 要比我们正常就是讲话的声音要小一点点 或者是正好差不多这样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把YSV静音小提琴 它在物件音响的情况下我们去拉它是多少分贝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通过刚才的测试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的木琴啊 这个大概分贝数值 是在这个70到100之间 然后我们的那款YEV 这款YEV是在70到80左右 有的时候可能也60多 跟我们讲话的声音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这款 这个YSV的这款静音小提琴 它的分贝数值 是在60到70多左右 就是正常 比我正常说话的声音 可能要小一些 所以就是说 如果大家要 怕扰民啊练琴的话 用这款静音小提琴的话 是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款的声音 比那一款要小一些 门窗关好的话 就不会打扰到别人 但是如果在宿舍里的话 你如果是多个人在一起的话 还是要慎重一些 毕竟它静音小提琴 不是说完全静音的 它正常拉弦出来的震动 还是会有声音 今天的测评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还有什么 关于录音 或者是电提琴 或声卡上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来我的淘宝小店 咨询我